人性到底有多可怕 这三个强盗闯进民宅 烧杀抢虐 老太太慌忙出门求救 三人哈哈大笑 为首的强盗张弓搭剑 和另外两个兄弟打赌 这一剑会射中哪里 最终一剑过去 剑矢直穿老太太的脑门 这是礼物缠来孩儿童的哭喊声 光头手持大腹 在里面搜寻孩儿童的身影 找到之后 直接残忍的童死 没有一点人性 看到弟弟惨死当场 姐姐痛苦完分 可她的哭声也被强盗们听见 这下完蛋了 三个强盗见她冒昧如花 直接掳走了她 当这家的大儿子卫虎 赶到家里时 家里人全都不见了 她疯狂地寻找 终于在不远处 看到了丢在路边的母亲 和弟弟的尸体 卫虎非同地拔出 母亲头上的箭矢 看到这只箭 她认出来了 之前有三个壮汉 曾向她问路 她好心直路 结果对方不仅不感谢 还射出箭矢戏 戏耍她 跟眼前这根箭 一毛一样 如今家人惨死 肯定和那三个人 脱不了关系 满腔怒火的卫虎 烧掉了曾经的家 背上行囊 带上母亲的铃铛 踏上了复仇的旅途 卫虎跋山涉水 翻山越岭 脑海中总是会 闪过那三个强盗的身影 虽然复仇心切 可她却没有一点武功 要报仇 谈何容易 就在这时 她看到路边 有八个大汉围住了一名老人 老人神态自若 丝毫没有将这几个人 放在眼里 八人一拥而上 老人连剑都没有拔 就秒杀了对方 这一幕 让躲在树后的卫虎 看到了转机 老人武功高强 何不败她为师呢 她拼命地追赶着老人 想老人收她为徒 老人只是不紧不慢地 迈着步伐 卫虎发现 无论自己怎么追 始终追不上老人 每一次刚刚靠近老人 老人就瞬间远顿 追了一天一夜 卫虎终于精疲力竭 瘫倒在地 谁知老人折返回来 忍不住对着卫虎点点头 很明显 老人认可了她 老人询问卫虎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卫虎手握铃铛 告诉老人 自己想要学武功 而为死去的家人报仇 听完卫虎的遭遇 老人决定收她为徒 五年时间贪指而过 卫虎习得老人真传 一生的无意 他告别了师父 再次踏上了寻仇之旅 如今这世道也越发的黑暗 猪门九肉臭 路有冻死骨 路过集市时 卫虎竟看到 有人光天化日之下 强强民女 狭义心肠的卫虎 路见不平一声吼 英雄救美 显身手 救下了这个 从机缘逃出来的小妹 人打手依旧不依不饶 见对方如此 卫虎一招吸行大法 吸取树上的枝叶 然后用力一扔 打手们脸上 纷纷挂了彩 丝都丝不下来 小妹向卫虎哭诉 机缘的人要免费找她入职 自己不愿意 他们就杀了她爹 还强行掳走了她 自己趁他们不备 跑了出来 幸得公子相救 才逃出了魔爪 听到这些话语 卫虎感同身受 当初她姐姐 也是这样被掳走的 如今生死未卜 卫虎描述了 三个强盗的长相 询问小妹 有没有见过这三个人 话还没有说完 头顶突然掉下一些灰尘 卫虎知道 屋顶有人埋伏 两只支出筷子 对方立刻血剑当场 这是机缘派来的前哨 小妹吓得六神无主 卫虎告诉小妹 想要活下去 就要给机缘一个下马灰 楼下机缘的大队人马 已经杀到 卫虎毫无巨色 对方抄起家伙 围攻卫虎 但卫虎依然不是当初 那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了 这些杂兵根本不够玩 几个回合间 大堂就已经躺满了尸体 卫虎带着小妹来到了机缘 老板一见卫虎就知道 手下的人全军覆没了 老板换脸比翻书还快 看到杀气腾腾的卫虎 老板笑脸相迎 徐位卫虎有何贵感 卫虎描述了 当初三个强盗的长相 问老板知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老板说出了那三个人的身份 老大 乾坤公 左锦龙 老二 天魔剑 颜天 老三 修罗府 杨刚 老板告诉卫虎 光头杨刚 现在正在客房里循环作乐 卫虎闻言 一掌劈开大门 可惜杨刚听见风声 早已没了身影 老板趁机偷袭 两人队长比拼内力 原来他假装好人 就是为了让卫虎分心 卫虎内力深厚 直接将老板枕飞出去 登场引命 在安顿好小妹之后 卫虎开始火速追赶杨刚 听到越来越近的铃声 杨刚惊恐不已 他知道自己走不了 于是别让徒弟 跑去向二哥 颜天求救 来到一片竹林 铃铛声不停地回荡在耳边 杨刚越听越心慌 突然 铃铛声停了 卫虎闪现在前方 杨刚舞动修罗府 砍向卫虎 招式大开大锁 沿途的竹子被西树砍倒 卫虎小心应对 最终杨刚死在了 自己砍倒的竹子上 与此同时 杨刚的徒弟 终于找到了颜天 正在汇报情况时 耳边突然响起了铃铛声 徒弟吓得半死 因为他亲眼目睹 师父死在铃铛主人的手上 颜天也真是没人性 抽出天魔剑 不由分说 一剑砍死了徒弟 因为他觉得 是徒弟将仇架已上门 夜晚 卫虎在客栈歇脚 突然外面传来脚步声 卫虎立刻吹灭蜡烛 警惕地拿剑应对 结果续惊一场 来人正是小妹 现在的小妹无依无靠 只好来投奔卫虎 看着小妹哭泣 卫虎欲心不忍 便答应将小妹留在身边 到了深夜 卫虎和颜天狭路相逢 此时电闪雷鸣 天降大雨 对颜天死到临头了 还很顾忌形象 若雨太大 自己头发扎起来不方便 要求近一旁的破庙里去鄙视 但其实颜天诡计多端 之前他就从阳刚的徒弟嘴里得知 卫虎武艺非凡 他担心自己打不过 便想要换一种方式鄙视 卫虎一身毫无意 答应了他 破庙里 两人各自拿一截蜡烛 打斗间谁的蜡烛先落地 便算是输了 卫虎二话不说 挑起半截蜡烛 置于剑间 颜天如法炮制 蜡烛的火光在破庙中不断的起落 每一个剑招 方似都擦着死神的影子 数个回合下来 颜天的蜡烛率先落地 被卫虎一剑砍死 卫虎自己也受了重伤 如今仇人已经被他杀了两个 现在只剩下一个乾坤宫 左颈龙了 第二天 伤还没有痊愈的卫虎 就迫不及待地上路寻找左颈龙 小妹始终跟随着卫虎 卫虎不愿意让小妹吃苦 劝小妹离开 但小妹早已经放心安许 不肯走 虽说自己送上门的娘们 不要白不要 但卫虎还是安耐住了寂寞 他还有血海深仇未报 感情这种事并不是他现在考虑的 早上两人在酒楼吃饭时 卫虎偶然间听到了隔壁的结余计划 而负责结余的老大 正是左颈龙 卫虎突然心生一计 他先是劝小妹离开 然后故意挑起师端 接连杀死了左颈龙好几个手下 官府的人赶到后 将卫虎抓进了煎熬 这也郑重了卫虎的下怀 他默默地坐在牢房里 等待左颈龙的到来 期间牢房里的几人将一个叛徒 胡胡打死 卫虎看在眼里 并没有出声阻止 半夜左颈龙果然杀到了监狱 卫虎藏起铃铛 以免被左颈龙发现 虽然仇人就在眼前 但卫虎却没有着急 一来对方人数众多 二来自己没有武器 打起来恐怕凶多吉少 手下给左颈龙汇报酒楼里发生的事情 左颈龙很欣赏卫虎脾气 和卫虎过了两招 发现卫虎身手不错 便提议卫虎入伙 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以后跟随自己吃香的喝辣的 卫虎顺水推舟答应了下来 一路来到了左颈龙的老巢 嘴窝里热闹非凡 大鱼大肉 期间卫虎和左颈龙的手下 摔跤助线 卫虎心中有恨 下手极重 手下不是对手 卫虎赢得了满堂喝彩 但左颈龙却察觉到了不对劲 你一个新人 下手又重又狠 不像是在表演 反倒是来寻仇的 卫虎可不管这些 更是直接单挑左颈龙 左颈龙面子上挂不住 不知如何是好 但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的出现打破了僵局 此人正是左颈龙的压榨夫人 看着宵夜如花的夫人 卫虎一下子就愣住了 因为这是他失散多年的姐姐 看到弟弟那熟悉的脸庞 姐姐也愣在原地 卫虎虽然认出了姐姐 可是大敌当前 他不敢上前相认 姐姐泪流满面的跑开了 左颈龙看出了端倪 回房后 他逼问姐姐 认不认识卫虎 纵使左颈龙拳脚相夹 姐姐也没有说出卫虎的身份 但看到了姐姐的反应之后 左颈龙已经猜出了一二 是我小舅子没错了 姐姐拼命阻拦 求他不要伤害弟弟 但恶棍就是恶棍 其实你等凡夫俗子能体会的 宴席上卫虎察觉到了不对 找了个借口开溜 毕竟这里的手下人手众多 精明强将 这时小妹看到了卫虎的背影 急忙上前打招呼 卫虎知道自己被跟踪 于是带着小妹来到一处披静的地方 这时左颈龙带着手下突然杀到 卫虎措手不及 刚想去拿剑 就被制住 左颈龙知道卫虎武艺高强 他劝卫虎乖乖就范 还拿小妹的性命相威胁 卫虎不知如何是好 当初叫你离开 你自己偏步 这下反倒成了脱油瓶 要我说啊 你被这群大了也没干死 那也是活该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 护弟心强的姐姐突然闯了进来 卫虎趁机拿起长剑砍杀 令人护住姐姐和小妹 在院子里和左颈龙的手下 殊死搏斗 可双拳难抵厮守 姐姐为了保护弟弟 被左颈龙引剑射中 小妹也被手下抓住 卫虎化悲愤为力量 将左颈龙的手下紧接砍杀 紧接着他咬动铃铛 催命的铃声在左颈龙耳边回荡 当初的记忆不断在左颈龙脑海里闪过 左颈龙防唇大乱 姐姐拖着伤重的身体扑向左颈龙 卫虎趁机上前 左颈龙虽然剑法出众 但贴身搏斗明显不是对手 几个回合间就已经落败 只能狼狈地逃窜 卫虎指出箭矢 左颈龙被穿了个头新凉 最后带着不甘倒地身亡 虽然大仇得报 但姐姐却因为伤势过重死去 卫虎带着小妹 回到了曾经被烧毁了的那个家 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夺魂灵》是导演岳峰1968年的作品 其中的大部分情节 都是改编自意大利西部片《求你足马》 但这部《夺魂灵》 却比原版电影要出彩得多 即便放在今天看 也依然血脉膨胀 毫不逊色于各种所谓无瑕大片 好电影就是这样 即便历经岁月的洗礼 依然璀璨夺目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